弟兄姐妹平安 圣经让我们看见过去的苦难 也看见未来的希望 纽约市有一座 罗尔华伦堡的纪念碑 叫做希望 华伦堡是一位瑞典建筑师 商人、外交官和人道主义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成功的从纳粹占领的匈牙利 拯救出数万犹太人 使他们在纳粹大屠杀中 幸免于难 在1944年7月到12月间 华伦堡是瑞典 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特使 他发给犹太人保护护照 并在标记为瑞典领土的建筑内 庇护犹太人 拯救了数万生命 苏联红军围困布达佩斯期间 苏联当局于1945年1月17日 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之名 将罗尔华伦堡拘留 随后他就失踪了 华伦堡的祖母有犹太人血统 吐使华伦堡从事救援工作的商业伙伴 也是犹太人 上帝子民的后裔 为拯救被蹂躏的上帝子民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以色列民主在历史中经历许多苦难 但是上帝让他的百姓 在世界各地成就卓越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上帝总是存留少数 敬虔中性的百姓 来帮助他的儿女 远离受压迫 受摧残的处境 上帝子民的血脉 代代相传 永远不会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 今天的经文 以赛亚书第十章有三个重点 第一 西元前第七世纪 以北以色列国的当权者 操纵法律制度 施法不公 苦待穷人和孤儿寡妇 于是国家遭受上帝惩罚 被亚述帝国烧杀掳掠 第二 亚述帝国只是上帝 管教背逆百姓的工具 但是亚述王狂妄自大 夸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 却不知万军的约合华上帝 以拆拜另一个强国 在一日之间 就要将亚述帝国全然灭尽 第三 先知以赛亚发出鼓励的预言 劫后余生的以色列人民 只剩下少数 但是他们要回转归向全能的神 虽有民主的灭绝 但神必要为百姓申冤报仇 为他们带来重生的希望 如今亚述帝国消失了 巴比伦帝国毁灭了 德国纳粹也不见了 那些仇视和欺凌上帝百姓的 暴君和独裁者 终究要接受上帝的刑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经历患难仇苦之时 不要忘记天父永远爱我们 他总是为他儿女的好处着想 要常常认罪悔改 回转归向天父 向他表明我们的忠诚与信靠 他必要叫重担离开我们的尖头 叫压制我们的恶 离开我们的景象 愿天父为爱他的儿女 带来重生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